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华尔街故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节能建材需求增 绿建股前景佳 2.家庭娱乐消费生 串流媒体股热门 3.快速时尚退潮 可持续服装股受青睐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节能建材需求增 绿建股前景佳 在这个全球暖化 比我的咖啡还热的时代 节能建材不仅成了 建筑界的新宠儿 更像是一位穿着绿色斗篷的英雄 肩负着拯救地球的重任 而绿建股 则是那些聪明的投资者 眼中的闪亮星星 预示着既能赚钱 又能为地球做好事的 双赢局面 想象一下 如果建筑物能够像树木一样 进行光合作用 吸收二氧化碳 释放氧气 那我们的城市 将会是多么的宜居 虽然这个想法 目前还有点科幻 但节能建材的发展 已经让我们向这个梦想 迈出了一大步 从高效保温材料 太阳能板 到绿色屋顶 这些创新的建材 不仅能减少能源消耗 还能让建筑物 变成一个个小型的生态系统 而随着全球 对于气候变化的关注日益增加 政府和企业 也开始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节能建材的需求 自然水涨船高 这就像是一场 环保与经济的双赢跑 而绿建股 则是那些跑在最前面 风光无限的选手 不过 投资绿建股 也需要一双慧眼 毕竟不是所有的绿色建材公司 都能在这场赛跑中 跑得又快又稳 就像是选择参加马拉松的跑鞋 你需要找到那些 既有创新技术 又能持续盈利的公司 毕竟 即使是最环保的投资 最终也需要在财报上 显示出它的绿色价值 所以 当我们在享受节能建材 带来的环保效益的同时 也不要忘了对那些绿建股 进行仔细的研究和分析 毕竟 在这个既要救地球 又要赚钱的时代 成为一名环保又精明的投资者 才是真正的双赢之道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家庭娱乐消费生 串流媒体股热门 在这个数位时代 家庭娱乐的面貌 已经从过去的一家人 围坐在黑白电视机前 演变成每个人 都盯着自己的荧幕的情景 这不仅反映了科技的进步 也揭示了串流媒体 在当代生活中的举足轻重 现在 让我们以一种专业 又带点幽默的方式 深入探讨家庭娱乐消费生 串流媒体股热门这一现象 首先 我们得承认 串流媒体的兴起 实际上是因为 我们都懒得离开沙发 想想看 谁还愿意在雨天 穿上雨衣去租个DVD 当你只需动动手指 就能在Netflix Disney家或是其他平台上 获得无尽的娱乐呢 这种便利性 无疑是串流媒体股票 受到追捧的重要原因 再来 家庭娱乐消费的增加 也反映了人们 对于在家这个概念的 重新诠释 过去 家是一个用来吃饭 睡觉的地方 现在 它已经变成了电影院 音乐厅 和游戏室的综合体 这种转变 让串流媒体 成为了家庭娱乐的核心 因为他们 提供了一个平台 让每个家庭成员 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 当然 这种消费模式的转变 也带来了一些 有趣的家庭互动 比如 现在的父母 可能需要向他们的孩子求助 才能弄懂 如何订阅 或取消某个串流服务 或者 家庭成员之间 可能会为了争夺遥控权 而展开激烈的沙发争霸战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随着家庭娱乐消费的增加 串流媒体股票 成为了投资者的心宠 但就像所有的投资一样 他们也有风险 毕竟 今天热门的串流平台 可能会在下一个创新技术出现时 变得不再受欢迎 所以 如果你正在考虑 投资串流媒体股票 记得 就像选择下一部要看的电影一样 要做好充分的研究 总之 家庭娱乐消费生 串流媒体股热门这一现象 不仅反映了我们生活方式的变化 也提醒我们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数位时代 保持好奇心和学习能力 是多么重要 毕竟 谁知道呢 也许下一个家庭娱乐的革命 就在不远的将来等着我们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快速时尚退潮 可持续服装股受青睐 在这个时代 快速时尚就像是那个在派对上 总是宣兵夺主的人 穿着最新潮的衣服 每次见面都换一套 让人眼花缭乱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家开始意识到 这位派对之心 其实是在环境和社会成本上 做了很多妥协 于是 一个新的趋势悄然兴起 可持续时尚 这就好比是派对上 那位穿着经典 谈吐优雅的绅士或淑女 虽然不经常更换打扮 但每一次出现 总是让人感到舒心和尊重 快速时尚的退潮 可以用一个有趣的比喻来形容 就像是大家突然间发现 那些每周 都要换新衣服的做法 其实就像是在环保的 大餐桌上大吃大喝 最后留下一堆 洗碗的活儿给地球 于是 人们开始 转向那些会做菜 又会洗碗的品牌 也就是那些 推崇可持续生产方式的 服装品牌 这些可持续服装品牌 就像是时尚界的环保英雄 他们不仅关注服装的质量和设计 更重视服装生产过程中的 环境影响和社会责任 他们使用可再生材料 减少水和能源的消耗 并确保工人的工作条件 公平合理 这就好比是在告诉大家 看 穿得好 不一定要牺牲地球的健康 随着消费者意识的提高 可持续服装的股份 也开始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这就像是在说 投资可持续时尚 不仅是投资一个更美好的地球 也是投资一个长期的 有益的商业模式 毕竟 在未来 那些能够和地球和谐共处的品牌 才是真正的时尚界赢家 所以 下次当你想要更新衣橱的时候 不妨考虑 一下那些会做菜 又会洗碗的品牌 这样 你不仅能在时尚的派对上继续闪耀 还能成为地球的好朋友 毕竟 谁说做个环保英雄 就不能穿得时髦呢 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 今天我们讨论了 节能建材需求增加 和绿建股的前景 家庭娱乐消费生 和串流媒体股的热门 以及快速时尚退潮 和可持续服装股的受青睐 这些题材都反映了 我们当今社会的变化和发展 节能建材的需求增加 不仅是因为 全球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日益增加 也是因为政府和企业 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这位绿建股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 但同时也需要投资者具备会演 找到那些具有创新技术 和持续盈利能力的公司 家庭娱乐消费的升级 反映了科技的进步 和人们对在家这一概念的 重新诠释 串流媒体成为了家庭娱乐的核心 让每个家庭成员 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 然而 投资者在投资串流媒体股票时 也需要谨慎 做好充分的研究 快速时尚的退潮 让人们开始关注可持续时尚 这些品牌注重服装生产过程中的 环境和社会责任 投资可持续服装股份 不仅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地球 也是为了投资一个长期的 有益的商业模式 总之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迅速的世界 这些趋势和现象 都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作为观众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请留言分享你的观点和提问 我期待与你们的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